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最近天氣開始轉季 所以毛媽說想買新衣服 趁毛媽買新衣服時 我就可以乘機帶她去吃一間之前看過很想吃的餐廳 那裏是專食雞煲、水煮牛肉和酸菜魚 急不及待 立即出發 不過在出發之前 大家要記得訂閱毛巴的頻道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毛巴才有能量繼續堅持 我們的老規矩就是看看Open Ride 這間餐廳叫做BB辣 吃完之後我完全覺得她是改錯名的 因為吃到我噴火 而她的評分都很厲害 我在大概半年前開始留意這間餐廳 直到現在都是沒有哭養的 80比0 今天我們就去匯一匯她 如果去這間餐廳 最近的地鐵站就是荔枝角的C出口 她是在香港工業中心入面 香港工業中心就在香港出名做批發時裝 她們偶爾也有些店舖去做散賣 完全不追求名牌的毛媽便可以在這裡挑選衣服 我們找了一會兒 終於找到她們的餐廳了 大大幅海報寫著她們的招牌菜 分別有雞煲、烤魚、酸菜魚、水煮魚 四樣東西都是刺激東西 今天要衝擊一下自己的味蕾 我們去門口看這個格局 其實就好似茶餐廳的裝修 門口的右手邊就有她們的餐牌 她們主打一些小炒和每日精算 最便宜的套餐33元就有交易 正在附近上班的打工仔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萬事無得開 這間餐廳都拿了兩個雪櫃 希望賣動肉可以幫補一下 不用單單靠做外賣去做生意 都算是一個香港打不死的精神 以我就這樣看 粗略估計都有大概80到90個位左右 還有十幾個卡位 圍了板,自成一角,坐得都算舒服 而食物方面,餐牌的選擇就有很多 但毛媽就說自己口淡淡 想吃點刺激味蕾的食物 試應都很好,慢慢解釋給我們聽 只要不是水煮系列,全部都可以做不辣 那我們就要了一個不辣的酸菜魚和水煮肥牛套餐 剛巧我們入座時間是2點 還有8.5折 計算起每個餐都不用60元 在桌面都有其他餐牌 分別就是每日精算33元的套餐 還有他們晚市的餐牌 不過就這樣看,他們晚市就不算特別值得吃 一份麻辣雞煲都要248元 還未計其他配料 所以吃過任食放題的真的回不了頭 只想多喝幾瓶啤酒都100元 而小菜的價格就正常些 平均幾十元都有交易 詳細想了解清楚的朋友就按暫停慢慢看 適應就很快就拿了我們兩杯飲料 有5片檸檬、茶膽都算多濃的凍檸茶 還有毛媽的熱檸水 話說這兩杯飲料到最後都是我喝完 因為稍後水煎牛肉真的太辣了 利益申報先 毛巴平時的Comfort Zone是淡仔不少辣 首先來的就是酸菜魚 雖然我們叫了不辣 但其實也有少少辣辣的 酸菜和魚的份量都算幾多 魚就很新鮮、很嫩滑、有口感 我最喜歡就是每一塊魚片都會黏著魚皮 因為魚皮的感覺很爽口、很彈牙 整體來說味道酸得有少少辣、很開胃 我們很喜歡底層有些很粗的水蒸粉 送這個湯底一起吃真的是一流 我們完全無視了旁邊的白飯 因為只吃這碗食物 不算很大食的朋友都應該夠飽 不停撈起食物的時候 看到煙不停湧出來都知道很夠熱 等我夾起魚片給大家看看近鏡 切得厚薄適中 但師傅去魚骨的時候就不是去得很乾淨 吃吃下會有很多小小魚骨 如果是跟小朋友來 或者不太會吃魚骨的朋友就要小心一點 不過整體來說 這碗酸菜魚真的蠻值得吃的 之後就到我們第二個主菜了 水煮肥牛 這裡的水煮肥牛只可以叫中辣以上 因為士英姐姐說之前很多客人來到吃了小辣 或者BB辣覺得不夠味 所以建議我們吃水煮系列都要吃到差不多辣度 我們到最後就叫中辣 一來到看到這隻顏色都知道可以投定行 這一道菜除了辣之外還很麻 如果你不介意要喝很多東西 流汗的話 絕對是吃得好過人 而它的牛肉就是用平時打火鍋的美國肥牛 就不是用滑牛肉 但是這一道菜的靈魂 我就覺得在配菜上 裡面的糖芹、金菇、大豆芽、青瓜和水晶粉很棒 完全吸收了辣汁 吃到我一頓飯都在流汗 搞到我在想起一個爛契 就是成吉思汗打仔 大汗打細汗 這個中辣完全不是我可以完美控制的辣度 我還搶了毛媽一杯熱檸水來喝 跟剛才的酸菜魚一樣 這碗水煮肥牛真的蠻足料的 吃完裡面的水晶粉和配菜 不是很大食的朋友都應該夠飽 可以無事過白飯 而這兩個套餐其實都會跟過白飯 但我們只要了一個 一來就不想硬吃 二來就不想浪費食物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水煮肥牛配飯吃都不太配 如果可以把白飯轉成水晶粉加底 那就更棒了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我吃吃這個水煮肥牛 我要喝兩口酸菜魚湯來解辣 這個配搭真的不錯 如果大家兩個人過來吃 值得考慮這樣叫 吃飽飽之後我們就結帳了 酸菜魚和水煮肥牛的套餐就是68元 而這個套餐就是配飯和包熱飲 凍飲就要加3元 所以這兩個套餐分別就是68元和71元 我們入座時間是兩點後 整張單會有85折 所以買單價就是118元 平均計算每個人60元都不用 到最後就是毛巴的食後感了 在香港吃水煮和酸菜系列其實都頗貴 平時我去的餐廳簡單單要一盤酸菜魚 大過這個套餐少少 起步價點都要百多元 所以這間餐廳的門檻其實是降低了 雖然裡面的魚的份量未必很多 但其實大家都是為了吃幾件 解一解想吃辣的人 這間餐廳的地點就不算太快腳 被工業大廈包圍住 它的裝修都不算是富麗堂皇 但都叫做光晚乾淨 這裡的午市套餐都頗抵食和好吃 如果大家像我一樣 和老婆過來買衣服走一會 之後過來BB辣吃飯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到最後就是毛巴的評分時間了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毛巴有能量繼續堅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